不得不说,喜飞回宫的威力就是不一样 张子怡这次凭借降袁龙回归嘎纳 也算是为上一段支离破碎的感情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果然,男人才是女明星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而这次降袁龙也确实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女明星之间的明争暗斗 网上已经吵得天翻地覆 这还不算完 甚至连嘎纳都有人敢倒舍 据说传播的片段是赵丽颖出镜的桥段 至此,杨幂和赵丽颖两家打得已经不可开交 当然,无论是倒舍还是让镜头 说来说去,其他人还是得给降袁龙的大女主张子怡让路 一边是半年三步的85花顶流 一边是多年未见,潜伏高调官宣的影后 这一次可算是高下利剑了 造型终究比不上硬实力有用 其实这次杨幂的造型还是不错的 在我看来,至少她的化妆团队在尽力把她向更年轻的状态打扮 虽然别人穿的都是一身黑 只有杨幂选择了荧光闪闪的性感礼服 可就造型上来说还是成功的 第二套造型其实也不错 简简单单的白色,配上水波纹长发 清晰亮丽,让人眼前一亮 虽然面部状态依旧肉眼可见的疲惫 但网红风格的妆容还是比较适合杨幂的五官 到了那场就更鲜老了 尽管面光打得很足 可杨幂脸上肌肉向下的走势 岁月带来的行为习惯是无法天得了时间的 相比之下,旁边的雷佳音精气神反而足一些 张子怡就更不用说了 简简单单的黑白配,夹上一顶帽子 你的嘴角都要捏到太阳穴了 满脸春风得意,精神状态非常饱满 当然,这场记者会最重要的并不是造型 在记者会上讨论关于将圆龙的剧情 才是重中之重 有趣的是,张子怡公开质问陈可欣 为什么把自己的高光戏份删除 陈可欣在旁边一直解释 张子怡直接翻了个白眼 真实到有点可爱了 除此之外,在接受采访时 各位演员肯定还要说一说彼此合作的感受 张子怡首先提到的是大鹏 就那么几场戏也能非常认真的在准备 显然,是戏份确实不太多 随后又像是刚想起来 扭过头提到杨幂 那杨幂也是 我们在监狱的一些戏 你看得到就是每个人都非常在意 非常明显 感觉张子怡跟杨幂根本就没那么熟 而杨幂更多的戏份还是在监狱的桥段 想夸也夸不出来什么 最多的也就是一句 每个人都非常在意 没提到眼睛两个字 却仿佛字字朱击 有时候不说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毕竟陈可欣导演来嘎内钱 是整个剧组都邀请了 杨幂到场作为顶流 张子怡总不可能提都不提 只是看得出来真没什么可夸的 镜头一转 此时的杨幂面无表情 另外叨叨想说一嘴 那与媒体给的滤镜和打光实在是太狠了 连雷家印都变成了冷白皮 真的不要太离谱 整个采访的重点还是围绕住张子怡展开 杨幂简短的说了两句 依旧没有任何表情 说的话看似比较谦逊 其实也都是场面话 跟私下采访的滔滔不绝形成了鲜明对比 没办法 不是自己的主场就算去蹭了个红毯 也依旧没什么存在感 到底是让镜头还是蹭镜头 一连三扑不要太尴尬 好笑的是 有一个词条直接空降在了热搜榜单之上 乍一看还以为杨幂是女主 给三金引后让了个镜头呢 结果就是外媒要给张子怡拍照 杨幂恰好站在她身后 这时候她走到了一旁 结果就能在热搜上呈给人让镜头 部分粉丝说有人别有用心挑事 只能说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如此大方 竟然能故意给杨幂黑上热搜总榜 真是个大善人 其实只需要这半年的时间 已经明显感受到杨幂的手足无措了 哈尔滨演了个稀巴烂 带助表演老师进组 竟然都能五官其非 二十多年戏简直白拍了 随后一顿火锅顺利上映 前期宣传在杨幂身上几乎投入全部精力 结果后面被拔出来这戏就拍了差不多半个月 杨幂演得一般 但是戏烂到没法看 剧本实在是堪忧 导演还一再挑衅观众 第二扑毫无疑异 再就是虎妖PS只能简称了 最近无嘴严重了 这已经不用再说了 从想要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 到谁规定的舒适圈双标采访 到当下看来这股偶对于她也已经不再舒适了 杨幂身上烂剧女王的标签越贴越牢了 新剧开播之后 李亚清云年二 多日拿下全网热度第一 数是没得喷 但换个角度看 杨幂也挺重粉的 颜值和演技仅粉丝可见 因为路人对女主杨幂的评价都是这样的 杨幂可以不要出来演少女了吗 女主面无表情全程面 她女主真愁演技挺模式化的别嘴 老气难看一星懂 网友的评论已经说明一切 37岁的杨幂该清醒了 面谈演完整部剧 杨幂演技早质疑 实话实说 虎妖的剧情本身就很糟糕 各种中二的台词尬的人头皮发麻 比如杨幂饰演的涂山红红 说的第一句话是涂山我照的 等 观众的表情和张汉一样 我怎么就不懂呢 鬼迷日演版 但比剧情更糟糕的 是杨幂的状态和演技 尽管滤镜厚到模糊不清 磨皮也将杨幂脸上的皱纹磨平了 可她眼窝凹陷等问题 依旧能看得清楚 全脸的肌肉线条都是下垂的 侧脸状态也不扛打 像兽工一样圆润的脑门 撬到天上去的大鼻子 下巴后缩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难怪网友说杨幂演得是老红娘 一点错都没有 后期也意识到杨幂的状态 扛不住镜头 越到后面 她脸上的磨皮和滤镜就越重 好家伙 哪里飘过来的发面馒头 有些镜头中杨幂的脸一场光滑 没有一丝正常的皮肤纹理 像AI机器人一样 真人出演呈现出假人效果 她那么大的鼻子 在过度磨皮之下 只剩下两个鼻孔了 杨幂不愧是顶流 磨皮都比别人重好几倍 眼睛拉胯 颜值掉线 导演本想蹭拨流量 没想到扑得彻彻底底 杨幂的流量再大 粉丝再多 也拯救不了崩盘的口碑 再回看杨幂这么多年的作品 不难发现曾经身为暴剧的女王的她 好几年没有出过爆款了 从2018年的谈判官到现在的狐妖 杨幂主演了九部剧 全是烂剧 比如4.6分的《祝梦情缘》 4.8分的《胡珠夫人》 5.5分的《暴风眼》 演技载好的演员 也经不起烂剧的消耗 况且杨幂和实力派演员的始终存在差距 孙力在被问及为何拍戏比较少的时候 她是这样回答的 一个演员要珍惜自己的曝光率 不能随便去演戏 因为艺术生命是有限的 精力是有限的 要学会塑造人物 孙力凭《甄嬛传》火遍大江南北后 给自己定下一年只接一部戏的目标 花更多时间挑剧本 打磨角色 平均每年都能带来一部爆款 而杨幂成为所谓的顶流之后 立下要做人民艺术家的目标 花更多时间上综艺 劫烂戏 走红毯 口碑越来越差 大概这就是实力派演员 与流量演员的差距吧 在那日的活动中 杨幂的头总能高高抬起 就是闪光灯面前也应对自如 到了嘎娜 她拘谨地站在九十小生身边 只能安静地看住张子怡 在旁边又长又挑 像回家了一般 所以就算穿得这么闪 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主办方亲自迎接 并拥抱张子怡 嘎娜的特写镜头 直接扫到了张子怡这边 杨幂看到瞬间躲到了雷佳音身后 别人都信高采烈的鼓柱掌 杨幂连面对面都拒绝 真难道就是让镜头吗 只能说没有实力就没有底气 没有底气穿得再闪也没有用 其实无论是张子怡顺嘴提一句杨幂 还是杨幂看到外媒拍张子怡 实相地离开 都是在平常不过的小事 这都已经体现出了张子怡的地位 但反之如果有人把这种小事当了真 甚至还当成吹捧的谈资 拱上热搜 那才是最好笑的笑话 如果真的印象深刻 实力献上 那么在演对手戏时肯定印象深刻 而不是一句还有杨幂 而且既然都来到嘎娜了 连张子怡都兴奋到了极点 其他人笑容也一点没少 而杨幂全程冷脸 对住镜头要笑又不笑的明珠嘴 又是在想什么呢 转型成功 内核不是资源 而是宴祭 对住镜头要有点资源